这要是这个开关一开 整个单元一到七楼的老爷们 大晚上呢全部往楼下跑 因为一楼的总闸跳了 找了物业的师傅 物业师傅把里面的这根火线 这个灯的控制线给去掉了 说不能用了 你一开全楼都会跳闸 去掉这个线就好了吗 还是不行 楼下的电闸还会跳 然后把家里面的灯的电闸关了以后 楼下的总闸才不跳了 现在这个灯电闸都不敢送电 反正一送准跳 他们家出现这种状况出乎我的预料 刚开始只是说卫生间的灯闪 关了灯以后会闪 没说漏电跳闸的这件事 然后这里面的灯泡让物业给摘下来了 那也就是说这个灯的线路 要不漏电要不短路 这个灯闸是单批的电闸 只是控制火线 它的零线在零线排 接在这儿 我得找到这个零线把它拆下来 这里有两个零线排 但里面那个和外面这个不一样 不能接在一起 里面的是漏电保护器 接出来的零线排 它这个灯没走漏电保护器 接的是总闸 那就断开总闸 拉掉电闸 现在整体测一下这个线路是不是漏电 测零线与地线 配电箱的位置太靠里了 不太方便 整体测这个零线是漏电的 就是灯的零线和其他的零线接在一起 整体测是漏电的 找到灯的零线 把它从零线排上摘下来 单独测量这个零线 灯的零线与地线 零线是漏电的 它这种情况能跳到楼下的总扎 那肯定是火线漏电也很严重 那就测一下灯的火线与地线之间 哇 表真摆到头了 漏电相当严重 这种一送电直接抱楼下的总扎 全单元没有电 所以这个杂一送电 楼梯里全是脚步声 往下跑 去喝总扎 接下来怎么去查呀 一条线带了全屋的灯 你说哪一段有问题呀 只能说卫生间这两个电路的可能性最大 都掉了顶 怎么去拆呀 还有个顾虑就是 这种顶拆了之后 如果不是里面的电路问题呢 那不就白拆了吗 还有如果不是卫生间的问题 是隔壁厨房房顶的问题呢 这个房顶也是掉的PVC的掉顶 就是一拆就是破坏性的拆 一拆就完了 所以也很犯畴 不拆找不到故障 拆了以后 如果不是这类的故障 那就白拆了 厨房的隔壁是卧室 我是不是得排除一下 是这些卧室这些电路问题 还是厨房卫生间的电路问题 这一个没掉顶 把灯拆下来就能看到里面的主电路 把灯拆下来以后 这里面有从另一个卧室过来的主线 和往厨房卫生间走的主线 从中间断开 把接头断开 就是火线断开 零线也断开 再去测卫生间的主线 现在测量 卫生间这一段主线 可以对着水龙头来测量 你看对着水龙头测量 它都是漏电这么严重 对地线更是一百刀头 那就先从卫生间开始拆 PVC掉的顶 如果是集成掉顶 一块扣板一块扣板的那种好拆 先切出一小块 看一下里面的电路情况 房主担心我先整个顶 不是 看到了电线的接头位置 这个口开偏了 难搞的是这个接头的位置 正好在这个方木给挡住了 所以说也没法开 还得再切出一块 好了 现在能看清楚这个线头了 都烧糊了 是单单这个线头的问题吗 上面有没有问题 还得拆这个盒 拿下盖板 里面的线头也有不好的 可以把接头拽出来看一下 这个红线是灯的主线 主火线 你看那个接头这个位置 这是对着 里面还有个黄线 对着墙体放电嘛 这事都烧糊了 这个黄线就是开关那个黄线 漏电这么严重 这种情况应该是漏过水 管理漏过水 现在在测 就是测这个主红线 与水龙头 表真就摆得清了 这也就是说漏电的地方 不单是在上面的线盒的位置 还有其他的地方 那我就在接头的位置 彻底给它断开 往厨房走的主线 往开关走的控制线 还有主线全断开 现在这个下来的控制线 与主线是分开的 再测 是漏电的 就是实际的漏电 比这还严重 再看一下这个黄线 其实我刚才测这个黄线 漏电是最严重的 现在再看呢 看漏电多严重 与水龙头它的漏电这么严重 卫生间的顶开完了 外边这个顶也要开 可以看一下 街头的位置在那 这个街头没出现打火的地方 但是这个黄线 是漏电很严重的 这个黄线就是这根线 就是往灯走的开关线 漏电相当严重 想换掉这根线和那个红线 就这么短的距离就拽不动 无论是从这头拽 还是从那头拽 红丝不动 怎么办呢 原因找到了 就是换不了线 像这种情况 要么是拐完了 或者是装修的时候打到了 要么是弯头太多 给美拉不动线 如果那个线能拉动 那这个线就是活的 那也不会出现这种漏电的现象 现在就是这两根线不能用 再漏电 所以我从这根线上 取了一根火线 来控制卫生间的两个灯 走了一个明线吧 这个黑线就代替了 这个黄色的控制线 这个也换不了线 拽不动 这个火线是个插座的火线 防止自己走的明线 接着火线就代替这个漏电的线 它这个电路看起来有点乱啊 这是我刚才打开房顶的那个街头 断开这个街头以后 我测量的往厨房走的门问题 往大厅走的门问题 然后从房顶下到这个开关盒 这个主线漏电 就这一段是漏电的 其他的 零线门问题 控制卫生间灯的这个线门问题 外边这个灯的控制线 黄线有问题 漏电很严重 这几根线都是穿到一个管里的 想把这些坏的线换掉 看着距离挺近就是拉不动 现在我需要一个灯的火线进来 正好它这有个插座线 经过这个线盒 墙里漏电这段线我就不用了 不要了 也不接了 那我直接从插座这路线取出一根火线 这个灯的控制线 重新给它走漏个明线 原来的控制线漏电很严重 这样一改 因为插座的线路 它是走的漏电保护器 所以灯如果用它的火线 漏电保护器会跳 那就把灯这一路的主火线 也接到插座的漏电保护器上 灵线也得改 主灵线 也要接到这个插座的漏电保护器上 火线改过来 灵线也得改过来 改完以后就是这样的 火线接了插座的火线 接了灯的控制线 接到开关上 其中一路灯的控制线 走了个明线上去了 原来的两根线不用了 漏电 电杂子里 就像刚才说的 把灯的零线 接到了插座的漏电保护器下边 而灯的火线 也是接到从漏电保护器下边出来的火线 这样如果漏电 它会跳家里的漏电保护器 而不会跳全楼道的总漏电保护器 恢复完所有电路可以送电试试 我确定我接的没问题 那就合纱送电 开灯试试 没问题 这样改是可以的 现在所有的灯开关都正常 这样总算是给它搞定了 修的不是太完美 主要是没把线换掉 能正常实用 感谢您的观看